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李莫愁功力深厚 浮沉上招数变化惊威 但对方的打狗棒法 实在奥妙无比 他勉力抵挡的数十招 以可说是武林中含有之势 眼见竹棒平平淡淡的一下打来 到的身前 方向部位陡然大意 自知再斗下去 终将落败 这竹棒看来似乎并非杀人力气 但周深三十六大学 只要被这棒端戳中一处 无一不致人死命 李莫愁奋力再招架了几棒 额头已然见汗 浮沉在身前连挥树下 攻出两招 足下急向后退 郭夫人的棒法果然精妙 小妹甘拜下风 只是 小妹有一事不解 却要请教 不敢 这竹棒棒法 乃九指神盖的绝技 桃花岛的武功 倘若果真了得 郭夫人何以不学令尊的家传本事 却反而求助外人 这人口齿好不厉害 他胜不了我的棒法 便向我舍成不用 你既知这棒法是九指神盖所传 那么也必知道棒法之名了 李莫愁哼了一声 眉间煞气凝聚 却不答话 笨号打狗 见狗便打 是所必至 岂有他在 李莫愁见不能击了他舍棒用掌 若与他做口舌之争 对方又伶牙利齿 自己仍然是书 将扶尘在腰间一插 冷笑道 天下的教花 个个唱得惯莲花烙 果然连帮主 也是贫嘴滑舌之徒 领教了 李莫愁说着 大踏步走到临边 在一个树墩上一坐 他这么认书走开 黄荣本是求之不得 但见他坐着不走 心念一转 已知其异 他时时舍不得香儿 自己倘若去将女儿抱了出来 他必上来缠斗 这一来强弱之势倒转 那便大大不力 看来 不将此人打死打伤 女儿纵入自己掌握 仍是无法平平安安地抱回家去 当下 左走三步 右抢四步 邪行迂回 以抢到李莫愁的身前 这几步看似轻描淡写 并无其处 但中藏八卦变化 李莫愁不论向哪个方位纵月 都不能逃离他的杰左 跟着右手轻斗 竹棒以点向李莫愁的活着 李莫愁举掌风格 贺道 自陈玄风没抄风一死 黄药师果然已无传人 他这话 一来讽刺黄荣只有北盖所传的打狗棒法可用 二来又耻笑黄药师收徒不紧 黄荣的家传欲销剑法 这时他已练得颇为精深 只是手中无剑 若是以棒作剑 兵刃不顺 便未必能胜眼前这个强敌 当下微微一笑 我爹爹受了个不孝徒儿 果然不妙 却拿其的李道长和龙姑娘师姐妹同气连枝 一般的端庄真书 李莫愁怒气上冲 袖口一挥 两枚冰破银针 向黄荣的小腹击射过去 他虽然杀人不眨眼 手段毒辣无比 但是个手身如玉的处女 他直到小龙女行指甚是不端 听黄荣竟将自己和师妹相提并论 大怒之下 一出手便是最阴狠的暗器 黄荣这时和他站得甚近 闪避不及 急忙回转竹棒 一一剥开 若不是他的打狗棒法 已练到画景 拨得开一枚第二枚 十难打过 两枚银针从他的脸前两寸之外 飞掠而过 鼻中隐隐闻到了一股药气 当真是咸到了极处 黄荣想起数年前爱雕的一族 被这冰破银针擦伤 医治了六七个月 毒性方式趋尽 一领之下 又见双针迎面射来 黄荣向东斜闪 两枚银针 斜着静风 从双耳之旁越过 此处离香儿太近 这毒针四下里乱飞机声 万一碰破他一点嫩皮 那可不得了 当下急奔向东 穿出林子 李莫愁随后追来 认定他除了棒法神庙之外 其余武功 均不及自己 眼见他恍身出林 贺道 未分胜负 怎么便走了 黄荣转过身子 微微一笑 郭夫人 你当我银针 还是非用这竹棒不可吗 黄荣知道若不收起竹棒 他总是输得心不甘福 将竹棒往腰间一插 笑道 久闻李道长 赤练神掌杀人无数 小妹便接你几掌 李莫愁一正 他明知我独掌厉害 却仍要和我比掌 如此有识无功 只怕有诈 但想黄荣掌法纵然神庙 怎及自己的神掌 沾身疾壁 他双掌一拍 内力已运至掌心 说道 愿领教桃花岛的 洛英神剑掌妙计 眼见黄荣右掌 轻飘飘地拍来 当下左掌往他的掌心按去 右掌跟着往他的肩头击落 这两掌本已迅速沉猛 肩而有之 可是他右掌激出之际 同时更发出两枚银针 射向黄荣胸腹之间 这掌中加针的阴毒招数 是他离师门之后自行所创 对方正全神提防他的毒掌 哪料得到他又会在如此近身之处 突发暗器 不少武学名家 便曾因此而丧生于他的独针之下 黄荣缩回左掌 拖向他的右腕 化开了他右掌的扑击 右手缩入怀中 似乎也要掏摸暗器环境 但终于迟了一步 他右手刚从怀中伸出 银针离他肋下 已不及五寸 到此地步 纵有通天本领 也已闪避不了 李莫愁心中大喜 只见银针后衣而没 射入了黄荣的身子 黄荣双手捧肚 弯下腰去 随即左掌拍出 击向李莫愁的胸口 这一掌还是来得真快 李莫愁上身后仰避开 双掌齐出也拍向黄荣的胸口 他知道黄荣中了这两枚银针之后 毒性迅疾发作 这一招只求将他推开 与自己离得远远的 他自会毒发而死 却见黄荣上身微微一动 并不招架 李莫愁双掌刚沾上对方胸口的衣襟 突然两只掌心都是一痛 似乎是击中了什么尖针 他大惊之下 急忙后跃 举掌看时 只见每只掌心都刺破了一孔 孔舟带着一尾黑血 显然是被自己的冰破银针所伤 他又惊又怒 不明缘由 却见黄荣从怀中取出了两只苹果 双手各持一只笑吟吟的高高举起 每只苹果上都刺着一枚银针 李莫愁这才醒 原来他怀中藏着苹果 先前自己发射暗器 他并不拨打闪避 却伸手入怀抓住苹果 对准银针来路 收去毒针 让毒针尖端破苹果皮而出 转过苹果向外 对准了自己的手掌 又使自己出掌 击上苹果 李莫愁本也是个绝顶聪明之人 但今日遇上了这个诡诈百出的对手 只有甘拜下风 忙伸手入怀去取解药 却听得风声洒然 黄荣的双掌已攻向他的面门 李莫愁左手一封 猛见黄荣一只血白的手掌 五指分开 扶向自己右手手肘的小海穴 五指形如兰花 姿态曼妙难言 他心中一动 莫非这是天下文明的兰花扶血手 右手来不及去取解药 忙翻掌入怀 伸手往他手指上抓去 黄荣右手挫回 左手画掌为指 右扶向他颈尖之交的缺盆学 李莫愁见他指画为掌 掌画为指 骆英神剑掌 与兰花扶血手交互为用 当真是掌来时如骆英缤纷 指浮处若春蓝微蕊 不但招招凌厉 而且风姿端立 不由得面若死灰 今日得见桃花岛神迹 为时大费寻常 莫说我掌声已然中毒 便是安剑如成 也不是他对手 李莫愁急于脱身 以便取服解药 但黄荣忽掌忽指 缠得他没有半分余下 那冰破银针的毒性何等厉害 若不是他日常使用 体质息于毒性 那么这片时之间早已晕去了 但纵然如此 毒素自掌心逐步上行 只要行到心窝之间 终于也要不治 黄荣见他脸色苍白 出招越来越是软弱 知道只要再缠得少时 他便要支持不住 心想 这女魔头作恶多端 今日毕于他自己的毒针之下 正好替武士兄弟报了杀母之仇 当下步步进逼 手下毫不放松 同时谨守门户 防止他临死之际 突失反噬 李莫愁先决下臂钻麻 渐渐地麻到了手肘 再拆树招 已麻到了叶窝 这时双臂僵直 已然不听使唤 只得叫道 且慢 他向旁抢开两步 惨然道 郭夫人 我平素杀人如麻 早就没想过能活到今日 斗智斗力 我都远不如你 死在你的手下 十所甘福 但我斗胆求你一件事 哦 你要求我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